而就在大家难过哀悼之际 民进党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在脸书写下 力挺韩国瑜许坤源坠楼身亡 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还说 吓死人了是有毒很大吗 引发网友群情激愤 痛批没人性 什么时候了还在讲风凉话 两个人虽然火树三文道歉 但仍然无法平息众怒 家属透过了议员沉痛表示 请不要再消费 一切死者为大 议长徐坤源死讯传出 第一时间民进党北市议员王浩宇 脸书发文 开头竟然就写 力挺韩国瑜 徐坤源坠楼身亡 而同党北市议员梁文杰更直言 吓死人是有毒很大吗 引爆网友怒火 痛骂有种别删文 政治之前可以先有点人性吗 更怒呛死者为大 没有同理心 人都走了 还说这种风凉话 第一句是陈述说 其实徐坤源议长长期的 力挺韩国瑜 新闻事实的陈述 那并没有加入个人的任何评论 王浩宇认为 自己当下只是复制新闻标题 没有别的意思 怕被操作才删文 如果造成误会 表达歉意 梁文杰同样删文 认错灭火 但前太阳化成员刘敬文 依然认为 议长是赌霸含失败 输到脱库才会情深 议长是公众人物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机点 是因为赌盘吗 还是因为其他的因素 我认为检掉应该要出来 理清到底死因是什么 请勿再消费我们许议长 请以往生者为大 家属承诺呼吁 别再随意消费 而党员誓言风波越演越烈 民进党也发声明 除了哀悼 也应该尊重往生者 不该随便议策评论 虽然当事人纷纷删文 但再多的道歉解释 恐怕都难以抚平 家属心中的痛 自己欢迎将台播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